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的行业做得久了 突然想起这句说话挺正确的 这两种人基本上是没有足够的 哪两种人呢 第一就是烂 第一种人先天真是烂 不是不聪明或者不是不精明 只是烂 烂人在这个行业 无论多聪明也好 任何行业 如果遇到这样的人 基本上我本身觉得是没有足够的 因为无论做更好的风水 或者北京是烂的 所以如果你们的行业遇到这样的人 或者有一个伙伴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不要再固定下去 因为本性如此 这样就是烂 这样过日子 我赞同我师傅说的东西是对的 烂人真是不能够的 第二种人就是笨 我们不是针对性个人 或者什么人 他又不是头脑有问题 有些人就是 一家等如他可能要想一段时间 就是先天性的性格 所以我们很难 将这种人 第二种人 这种比较蠢的人 放在你身边 因为北京是会拖累你的市场 大慢了你 或者整个团队 因为他可以做了一点点事 而搞成这个project问题多多 如果真的遇到 就真的要小心一点 有些人是聪明 精明 但是就不行了 做一个生意上的伙伴 或者商业伙伴 其实这两种人是特别要小心的 因为你做什么都已经很难调整过来 因为本性如此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两种人的时候 你真的要 及时止算 离开它也好 怎样也好 不要再跟它在一起 因为北京会比起影响 这种人的磁场很厉害 是很负面地影响到你 尤其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没办法 你比较容易发觉 因为它的反应是慢一点 比一般人的智商低一点 的确有 如果你真的觉得 做一个位置 或者做一个工作 不是那么重要 而且性格不是那么差 你可以终于放一些比较 没有那么重要的位置 那就不要影响整个工作的进度 我希望这个视频给大家一些启示 在我的师傅跟我说 然后我自己本身体验了 跟大家分享 我当然不是针对某社人 就是这样的人 我说的是 我希望这个视频给大家 一些啟发 了解一下 这两种人 千万不要太近或亲密的关系 令到我们的生活 或者我们的事业 有阻滞 好的 分享到今天就到这里 下次再说一些 有趣的题目 拜拜